大家好,歡迎收看汽車火鍋頻道 那我們看一下5月5號 星期二所開的數字有14、16、24、26及29 那星期二我們這個沒有預測到 沒有預測到數字 那我們看一下5月6號星期三 109期的精彩539會有什麼數字 我們一樣針對14、16、24、26及29 這五個數字最做托牌的統計 那統計的日期一樣是2020年1月1號開始 一直統計到5月5號的星期二這一天 統計的結果 14的托牌 出現三次的有 23、24、28、35、36、01、11、18、37及38 那36之前的是出現三次 以下這是兩次 16的托牌出現四次有31 那其他都是三次以下的09、11、20、27、28及30 再來24托牌的有27出現五次 那其餘是三次 05、10、23及37 那另外兩個數字是26的托牌以及29的托牌 26托牌出現四次有08、23 那三次有01、03、05、27、29、30及39 29的托牌出現六次有02 那五次有17 其他四次有03、09、23、27、28及30 那另外我們把 有出現五個數字裡頭有拿出兩個有同時開的有 1月16號星期一 14、16同時開的話 格期開出10、11、28、37及38 那1月16號星期六14、16同時開格期11、13、24、28、35 1月30號16、16、24同時開格期08、11、17、27及31 3月3號星期二16、29同時開格期02、17、29、-09、17、27 3月10號星期二16、26同時開格期07、09、12、14、16 3月11號星期三 14、16同時開的情況下格期01、18、20、24、37 3月17號星期二16、29同時開的情況下 05、09、20、30、38 4月6號星期一16、29同時開的情況下 格期開出02、12、13、23、28 那我把整理 用綠色線代表14、16同時開的情況下 重複線11的 重複線有相同有11、28及24 再來 藍色原子筆 所畫出來的是 16 16 跟26 還有16、24是錯綜開出來的數字 那 以七尾為居多 黃色螢光筆是1629 黃色部分是1629同時開出的情況下 相同有09跟02 那我們歸納有七尾、八尾、零尾、二尾及三尾 在 前三個 1月16號 1月11號 以及1月30號 這三個 14、16以及16、24這三個情況下 同時開的話 以11 為居多 再來八尾的數字 再來八尾的數字以及七尾的數字 他再來24這個數字 已經開過了 那我不確定說會不會拖牌 那24的話我個人就沒有再繼續沿用 那可能就是用11及28 那七尾的數字 那七尾的數 七尾的數是我 昨天有去抓的七尾的數 那 今天的那個539我不確定會不會也會開出七尾 那七尾還是明顯蠻高的啦 像1727 這種同期開的話七尾還是頗高的喔 3月17號以及4月6號是最接近我們5月份的 那 這兩週 情況下 所開的是九尾以及二尾的數字 那本期我們推薦數字是1128 那七尾的話是推薦 07跟17啦 那五尾的話是另外一支是15 3月17號星期三有個五尾喔 那五尾是最新的那我們就推薦另外一個是15 為什麼要留意到15 因為在4月17號星期五的時候開出15 那星期四 星期五開完 隔週是星期四 他4月23號開出15 本週三5月6號 會不會有可能15開這邊來 這也是我們一個 考慮的一個地方 5月6號星期三號那我們就推薦 五個數字 月數字是11 1 07 17 還叫一個15 另外一個 另外是28 這個數字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預祝大家都可以中大獎 好謝謝大家 觀賞與支持 拜拜 拜拜